6月11日,县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《周恩来回延安》在北京举行主题放映活动。 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炳德与该片导演兼主演刘进到场,向观众讲述周恩来总理事迹,分享影片创作历程。 据悉,该片历史四年筹备,由70多次扮演周恩来的特型演员刘进亲自指导并任主演,演绎周恩来时隔26年重回延安的《22小时》中的故事。 周恩来现在的干部能够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等等吧,就是他完全投入到了人民群众当中,他是总理,他又是人民,他跟人民都融合在一起的,我觉得这点上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有意义的。 周恩来回延安,以1973年6月身患重症的周恩来回延安为叙事中心,通过周恩来的视角回顾了中国革命在延安时期13年的重大历史事件,以四个时空交错的手法讲述了周恩来在延安的所见所闻,所思所感。 身兼双重身份,该剧导演兼主演刘进在受访时表示,作为自己的大银幕导演处女作,他在这部作品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,从多次拜访周总理佳人, 走访文献研究室,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做足功夫,他透露,为塑造剧中周恩来总理晚年身患重病的形象,他在开机前一度减重近20斤。 到最后于尽头结束,我称了,过了一下称,就是已经减肥了28斤,我不是为了过把瘾才来当导演,也不是为了赶时髦,虽然是第一次,但是在这么多年里边,其实我积蓄了很多东西,我想通过, 导又演这种方式,更能表达我对中来总理的认识,更能把它诠释的,零零精致。 活动当天,百余名观众到场观影,并与主创交流。 包括周董理,包括所有咱们的前辈,先辈,都是把自己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在自己学习伟人,学习先辈的这么一个过程中,然后也自己去找差距,然后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程中,去像榜样看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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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